昨天晚上21时,首张黑洞照片全球公开,宏伟太空的秘密,正在逐步被人类揭示,面对浩瀚宇宙,人类不只需要浪漫主义的认知,更多的是去挖掘它,理解它,我们只不过都是宇宙的微臣。 今天我们选择了霍金在识问中阐释黑洞的一章,它是确凿到科学事实,却比科幻小说家的任何幻想更怪异,更离奇。 识问,霍金陈思路,英史蒂芬霍金Steven Hawking,著《无中超义》,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,Q,对于太空旅行者,跌入黑洞是否未坏消息? A,绝对是坏消息。如果它是一个恒星质量的黑洞,你会在到达世界之前,被制成一大立面。 另一方面,如果它是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,你将轻松地越过世界,但在基点处被毁灭。 黑洞中是什么?据说事实有时候比小说更奇怪,而且找不到比黑洞的情况,更能真实地体现这一点的了。 黑洞比科幻作家梦想的任何东西都更奇怪,但它们是坚持的科学事实。 1783年,剑桥人约翰米歇尔,首次讨论了黑洞。 它的论证如下,如果一个人垂直向上发射一个粒子,诸如一个炮弹,它会由于引力而减速。 最终,粒子将停止向上运动,并将回落。 然而,如果最初的向上速度,大于某个灵界值,称为逃逸速度,则引力永远不会强到足以阻止粒子,它就会逃脱。 地球的逃逸速度,仅稍大于每秒11千米,而太阳的逃逸速度,约为每秒617千米。 两者都是远远高于真正的炮弹的速度。 但它们与光速相比又较低,光速是每秒30万千米。 因此光可以轻而易举地离开地球或太阳。 然而,米歇尔认为,可能存在质量比太阳大得多的恒星,其逃逸速度比光速还大。 我们将无法看到它们,因为它们发出的任何光,都会被引力拖延回来。 因此,它们被米歇尔称为暗星,而我们现在称之为黑洞。 为了理解它们,我们需要从引力开始。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描述了引力,这是一个空间和时间的,也是引力的理论。 空间和时间的行为,受制于一组称为爱因斯坦方程的方程,那是爱因斯坦于1915年提出的。 虽然引力是迄今为止已知的自然力中最弱的,但它有两个比其他力更关键的优势。 首先,它的作用是层层的。 太阳距离我们9300万英里,它将地球保持在轨道上,而太阳被保持在围绕银河系中心的轨道上,该中心大约在1万光年远。 第二个优势是引力总是吸引的,不像电力,它可以吸引,也可以排斥。 这两个特征意味着,对于一个足够大的恒星、粒子之间的引力,可以支配所有其他的力,并导致引力崩溃。 尽管存在这些事实,科学界仍然未能很快地意识到大质量的恒星,可能会在自己的引力作用下往自身坍缩,并弄清楚留下的天体会如何行为。 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在1939年甚至写了一篇论文,声称恒星在引力作用下不能坍缩,因为物质不能被压缩超过某种程度。 许多科学家分享了爱因斯坦的直觉。 美国科学家约翰·惠勒是主要的意见者,他在很多方面,都是黑洞故事中的英雄。 在他20世纪50年代,和60年代的研究中,他强调许多恒星最终会坍缩,并探讨了这对理论物理学带来的问题。 他还预见到坍缩恒星变成的天体黑洞的许多属性。 在一颗普通恒星超过数十亿年寿命的大部分时间中,它将依赖把星转化为害的和过程产生的热压,来抵抗其自身的引力。 然而,这颗恒星最终将耗尽其核染料,恒星将收缩。 在某些情况下,它可能成为白矮星,那是恒星核心的密集残余。 然而,1930年,苏布拉玛尼扬权德拉塞卡,证明白矮星的最大质量,约为太阳的1.4倍。 俄罗斯物理学家列夫兰道,计算出一个类似的最大质量,适用于完全由中子构成的恒星。 那些质量大于白矮星或中子星最大质量的无数恒星,一旦耗尽了核燃料其命运将会如何。 后来因原子弹成名的罗伯特·奥本海默,研究了这个问题。 1939年,它在和乔治沃尔科夫,与哈特兰斯·奈德合作的两篇论文中,证明了压力不可能支持这样的恒星。 而如果人们忽视压力,均匀的球状被衬的恒星,就会收缩到一个无限密度的点。 这样的点被称为基点。 我们所有的空间理论,都是在基于时空式光滑的,几乎平坦的假设之上而表述的,所以它们在基点处,即时空趋率无限处崩溃了。 事实上,它标志着空间和时间本身的终结。 这正是令爱因斯坦非常反感的东西。 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。 包括罗伯特·奥本海默在内的大多数科学家,改为关注核物理,而引力勘缩问题,基本上被遗忘了。 随着被称为类星体的遥远天体的发现,对这个论题的兴趣又复活了。 第一个类星体,3C273,于1963年被发现,许多其他类星体,也很快相继被发现了。 尽管它们远离地球,它们仍然很明亮。 因为核过程作为纯粹的能量,只是放出它们静止质量的一小部分,所以这无法解释它们的能量输出问题。 唯一的替代解释,是引力坍缩释放的引力能量。 恒星的引力坍缩,被重新发现了。 当发生这种情况时,物体的引力,将其周围的所有物质向内吸引。 很清楚,一个均匀的球状恒星,将收缩到无限密度的一点,即基点。 但如果这颗恒星不是均匀的球状,将会发生什么呢? 这种恒星物质的不对称,分布是否会引起不均匀的坍缩,并避免出现基点。 在1965年的一篇引人注目的论文中,罗杰彭罗斯证明,只要根据引力是吸引的这个事实,仍然会存在一个基点。 爱因斯坦方程,不能在基点处定义,这意味着在这一具有无限密度的点上,人们无法预测未来。 这意味着,只要一颗恒星坍缩就会发生奇怪的事情。 如果基点不是赤裸的,也就是说,它们对外界屏蔽的话,我们就不会受到预测崩溃的影响。 彭罗斯提出了宇宙监督猜想,由恒星或其他天体坍缩,而形成的所有基点,都隐藏在黑洞内部而不被看到。 黑洞是引力太强,以至于光线无法逃逸的区域。 宇宙监督猜想,几乎肯定是正确的,因为许多政委它的尝试都失败了。 约翰·惠勒在1967年提出黑洞这个术语,他取代了早先的洞星这个名字。 惠勒的新造词强调,坍缩恒星的残语本身就很有趣,和它如何形成无关。 新名字很快就广为流行。 约翰·阿吉伯尔德惠勒 John Archibald,威勒,1911年7月9日,2008,年4月13日,美国物理学家,物理学思想家,和物理学教育家。 从外面看,你不能知道黑洞理念是什么。 无论你投入什么,或者无论它如何形成,黑洞看起来都是一样的。 约翰·惠勒由于以黑洞无毛,来表达这个原理而文明于世。 黑洞有一个被称为是见世界的边界。 正是在这个地方,引力刚好强盗足以将光线拖叶回来,并防止它逃脱。 因为没有东西可以履行得比光快,所以其他一切也都会被拖叶回来。 跌入是见世界,有点像成都木舟越过尼亚加拉大瀑布。 如果你是在瀑布上方,要是你足够快速滑翔离开,你可以逃脱落下的命运。 但是一旦你越过边缘就会完蛋,根本无法返回。 当你越来越接近瀑布时,水流就变得越来越急。 这意味着,拉独木舟的前部的力比拉后部的力更强大,独木舟会有被拉断的危险。 黑洞的情形也一样。 如果你的脚首先跌入黑洞,引力拉你的脚,比拉你的头更厉害,因为脚离黑洞更近。 结果你的纵向被伸展,而横向被压扁。 如果黑洞的质量是我们太阳的几倍大,在到达世界之前,你就会被撕裂,变成一大粒面条。 然而,如果你陷入了一个大的多的黑洞,其质量超过太阳的一百万倍,那么作用到你整个身体的引力拉力将是相同的,你就会毫无困难的到达世界。 所以,如果你想探索一个黑洞的内部,一定要选择一个大黑洞。 在我们的银河系中心,有一个黑洞,其质量约为太阳的四百万倍。 尽管当跌入黑洞时,你不会注意到任何特别的东西。 但是从远处看你的人,永远不会看到你越过世间世界。 相反的,你似乎会放慢速度,并在外面盘旋。 你的形象会越来越暗淡,越来越红,直到你实际上从视线中消失。 就外部世界而言,你将永远逝去。 在我的女儿露西出生后不久,我有了一个尤里卡什克。 我发现了面积定理,如果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,并且物质的能量密度是正的,就像通常这种情况,那么世间世界,即黑洞的边界的表面积,具有当额外物质或辐射落入黑洞时,总是增加的性质。 此外,如果两个黑洞碰撞,并合并成一个黑洞,则围绕被产生的黑洞的世间世界的面积,大于围绕原先黑洞的世间世界的面积之和。 面积定理可以通过激光干涉仪引力波天文台的实验测试。 2015年9月14日,LEGO,探测到来自两个黑洞的碰撞和合并的引力波。 人们可以从波形估计黑洞的质量和角动量,并按照无毛定理确定世界面积。 这些性质暗示,在黑洞世间世界的面积和传统的经典物理学,特别是热力学中商的概念之间存在相似之处。 商可以被视为对一个系统的混乱的侧夺,或者相当于对其精确状态的缺乏了解的侧夺。 著名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说,商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。 这个发现是这个关键联系的第一个提示。 黑洞性质和热力学定律之间的类比可以被扩展。 热力学第一定律说,一个系统的商的微小变化,伴随着该系统的能量的乘比例变化。 布兰登卡特、吉姆·巴丁和我发现了一道类似的定律, 它把黑洞质量的变化和世界面积的变化联系起来。 这里的比例一子,涉及一个被称为表面引力的量, 它是在世界世界上的引力厂强度的度量。 如果人们接受世界世界的面积类似于商, 那么似乎表面引力类似于温度。 世界世界上的所有点的表面引力都是相同的, 这一事实使这个类似得到加强, 正如处于热平衡的物体的温度,处处相同一样。 尽管商与世界世界的面积之间,存在清楚的相似性, 但该面积如何被确认为黑洞本身的商对我们并非显而易见。 黑洞的商意味着什么? 雅各布贝肯斯坦于1972年提出了关键的建议, 当时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名研究生。 该建议是这样的, 当黑洞通过引力产生坍塌时, 它迅速安定到一种静止状态, 这种状态由质量、 搅动量和电荷这三个参数来表征。 这使得黑洞的最终状态, 似乎与坍缩的天体, 是由物质还是反物质组成, 或者它是球状还是高度不规则形状无关。 换句话说, 给定质量、 搅动量和电荷的黑洞, 可由大量物质的不同配置中, 任何一个的坍缩而形成。 这样看起来同样的黑洞, 可能是由大量的不同类型的恒星坍缩形成的。 确实, 如果忽略量子效应, 由于黑洞本身, 可以由无限多的质量无限小的粒子云的坍缩形成, 配置的树木将是无限的。 但是, 配置的树木真的可以是无限的吗? 众所周知, 量子力学涉及不确定性原理。 它断言, 人们不可能同时测量任何物体的位置和速度。 如果有人精确地测量某物的位置, 那么它的速度就是不确定的。 如果有人测量某物的速度, 那么它的位置就是不确定的。 在实践中, 这意味着无法对任何东西进行局域化。 假设你想要测量某物的大小, 那么你需要找出这个移动物体终端的位置。 你永远不能准确地做到这一点, 因为它将涉及测量, 该物在同一时刻的位置及速度。 由此, 则无法确定一个物体的尺寸。 由于不确定性原理, 你不可能准确地说出某物的大小真正是多少。 其结论是, 不确定性原理对物体大小施加了限制。 经过些微计算后, 人们发现, 对于一个物体的给定质量, 存在一个最小的尺度。 对于重物而言, 这个最小尺度很小, 但是当看到越来越轻的物体时, 最小尺度变得越来越大。 这个最小尺度可被认为是在量子力学中, 物体可以同时被认为是波或粒子的这一事实的结果。 物体越轻, 其波长越长, 因此更加分散。 物体越重, 其波长越短, 因此看起来更紧凑。 当这些思想与广义相对论相结合时, 意味着只有比特定重量更重的物体, 才能形成黑洞。 这个重量与一粒岩的重量大致相同。 这些想法的进一步结果是, 形成给定质量, 搅动量和电荷的黑洞的配置数目, 尽管可以非常大, 但也还是有限的。 雅各布贝肯斯坦建议, 从这个有限数目, 人们可以解释黑洞的伤。 这就是在创生黑洞的坍缩期间, 似乎无法挽回放尸的信息量的侧夺。 贝肯斯坦建议显然的致命缺陷是, 如果黑洞拥有与其事件事件的面积成比例的有限的伤, 那么它也应该具有非灵温度, 该温度与其表面引力成比例。 这意味着黑洞能与某一非灵温度下的热辐射处于平衡。 然而根据经典概念, 不存在这样的平衡, 因为黑洞会吸收落在它上面的任何热辐射, 但根据定义, 不能够反过来发出任何东西。 它不能发射任何东西, 也不能发射热。 这就产生了有关黑洞, 由恒星坍缩创造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密集天体的性质的一个悖论。 一种理论建议, 具有相同性质的黑洞, 可以由无限数目的不同类型的恒星形成。 另一个建议说, 这个数字可能是有限的。 这是一个信息论问题宇宙中的每个粒子和每个粒都包含信息的思想。 因为正如科学家约翰·惠勒所说, 黑洞无毛, 除了它的质量、 电荷和旋转, 人们无法从外面说出黑洞内部是什么。 这意味着, 黑洞必须包含大量对外面世界隐藏的信息。 但是能塞到一个空间区域的信息量有个局限。 信息需要能量, 而根据爱因斯坦著名的方程, e-make, 能量具有质量。 所以, 如果在一个空间区域, 存在太多信息, 它将坍缩变成黑洞, 而黑洞的大小, 会反映信息量的多少。 这就像把越来越多的书籍, 堆进图书馆。 最终, 书架就会垮掉, 图书馆就会坍缩成黑洞。 如果隐藏在黑洞内的信息的数量, 取决于黑洞的大小, 人们从一般原则能预期到黑洞会有一个温度, 并会像一块热的金属一样发光, 但那是不可能的, 因为正如每个人都知道的那样,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摆脱黑洞。 至少那时候都是这么认为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我。